問一下介大使 你怎麼樣看 盧秀燕最近的動作 他可能不是為了2028而來的 但是他每一個動作 都會被大家來做解讀 包含探廢請命 還有呢就是宣傳台中購物節 另外也跟賴總統 打賭這個中職賽的勝負結果 國民黨從來就不缺人才 像這個這些算是比較成熟政治 盧秀燕韓國瑜 都是很優秀政治人物 剛講年輕的劉許婷 像許小新 羅志強 各個都是光門萬丈 對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最重要是能不能團結 我們看到國民黨 在當時在臺灣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哇 這個權勢如日中天 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是因為團結 國民黨什麼時候開始不團結 就是連送開始 那基本上就一直敗下去了 就很難再起來了 除非像馬英九這種政治明星 有光芒的明星 那所以國民黨我認為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所有的這些黨職 要出來代表國民黨出來選舉 你一定要初選制度 不要在那邊繼續亂搞 不要到時候又什麼突然搞了一個什麼 什麼那個誰啊 我們那個洪海的郭台銘 突然又給他特殊來請出來 過幾年又特殊請出來 你這什麼制度啊 開玩笑嘛 對不對 國民黨每一次重要選舉的時候就分裂掉 原因是什麼 就是沒有一個 足以讓人家接受的一個初選制度 你看美國政治 我跟你講內部鬥爭 比國民黨內部鬥爭強多了 民主黨 共和黨內部鬥爭 那不是刀刀劍骨 刀刀骨頭通通都可以砍斷 可是他出他這個初選一玩就團結了 國民黨到現在我覺得 政治人物優秀的太多了 可是你要給他一個公平的競爭機會 贏的人不會覺得自己僥倖 輸的人不會覺得自己委屈 所以就公平公正公開的一個初選制度 現在就給他確定起來 各級的候選人都是這樣 你這樣子的話 人才才願意去參加你這個國民黨 國民黨不是政策有問題啦 國民黨政策有問題的話 不可能今天還在臺灣啊 不是他的政治理念跟他的政策有事 始終他的人有問題 要不然你就有一些人 讓人家覺得為什麼不想投 對不對 本身沒什麼條件的 靠什麼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 靠別的東西啊 對不對 很多這種人在裡面啊 對 那也每個黨都有啦 可是基本上你還是要讓人才願意進國民黨 是人才的在國民黨裡面受到這個一個公平的一個競爭 有一個公平競爭表現的機會 贏了 不覺得自己是僥倖 輸的 不覺得自己被辜負 這個最重要 選完有這個好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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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初選制度 你選完以後團結一致 一致對外 不會分裂 還有人 你提名的人 我就講郭台銘啊 選完沒有被提上 他還出來繼續搗蛋的 就居然會搞到這種荒腔離譜的 這樣子的重要選舉的提名制度上面去 所以呢 多少次的失敗的經驗到現在不能總監經驗 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我認為不管是盧秀燕也好 非常優秀 韓國瑜非常優秀 讓他們有公開的公平公正的一個爭取的機會 出來的話 全部大家都最後誰出來一起支持 這個初選制度太重要 民進黨當時打敗國民黨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回顧起來 就是因為民進黨有初選制度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這個蔡英文要出來選的時候 民進黨的大佬說穿裙子的不行啊 對不對 還有民進黨大佬說她的這個 她的那個性向有問題 不行啊 可是呢 有初選啊 過了以後怎麼樣呢 那就團結了 國民黨一定要走這條路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談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黨有人願意出來 去把自己的時間啊 精力放下去 為這個黨去奉獻去怎麼樣 去服務都是好事 可是你要讓任何有心替國民黨替中華民國做事 替台灣這塊土地做事的人 他走這 他在成長過程 他覺得這都是公正 公平 公開的 國民黨真正的力量就在這裡 如果沒有這個體制的話 那就就是啊 20年 30年的這個失敗經驗 都還不曉得自己今天搞成這個地步是什麼原因 就這麼簡單 就是一個初選制度而已 蔡振元委員提到的包含跟反律陣營的磨合 這個部分我也想問一下這個介大師 反律陣營當然其實現在台面上指的就是民眾黨嘛 現在國民黨事實上我的瞭解啊 還去反律了 他自己內部都整合不起來 還去反律了 對不對 自己內部整合都花了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功夫 所以我是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體制蠻重要的 那策略上的話 先把自己團結起來 那個是才重要 反律的人 律的人 反律的人要跟你合作 要看你本身站得起來啊 像個樣子啊 人家才會來跟你合作 那發覺一接觸 周律一群這些人 自私自利 沒有理想 然後呢 資利不全 人家就不會 人家就 人家也不會跟你合作 你要就是說 你要人家 基本上還願意跟你合作 那也不是說孔子說的說 僻弱北城嘛 對不對 你自己本身你要展現出力量 這個 各種力量都來了 還不要說反律了 人家直接加入你男的啦 如果覺得藍的 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 他們在精神上 在操守上 在行為上 在理想上 在做事的風格 各個都讓人家覺得 從心裡佩服 那就是就不要還什麼反律了 就加入你男的啦 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把自己做好了 什麼都有了 自己沒做好 自己的資源都不斷往外流 對 所以這個過程我覺得 我覺得 國民黨有很 台灣人民啊 對國民黨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 而且對國民黨這個過去幾十年 在台灣多少人為了國民黨 這個不分地域不分省級的 我看到國民黨的這種從基層到 大家對這個黨都是還是相信 因為這個黨過去有這個 黃花崗七十二列四 有孫中山 有蔣介石 這些了不起的人物 有蔣經國 還有那個精神的力量 而且有實際的那個能力 展現出來 那我碰過很多基層的黨員 到現在還在基層 為了國民黨啊 還在怎麼樣 還在這邊啊 不放棄理想 堅持奮鬥 所以上面的人要努力啊 要努力啊 你說他都不支持我 都沒有看到什麼 你去看看基層的 國民黨的基層 很多到現在啊 不記名不記力 在那邊啊 數十年如一日 還在為國民黨啊 為什麼 這個國民黨曾經感動過他們 對不對 也國民黨也帶給他們 一些怎麼講 他們想要見到的東西 所以一切看國民黨怎麼做啦 我覺得 如果在台灣國民黨說 我們都沒有人支持什麼 那所有這些人自己要檢討 不要去想怎麼樣 自己把自己做好了 支持就來了 那民進黨也是白手起家 對不對 國民黨還有這麼多的資源 你說你現在沒有錢了 你現在的黨產被充公了 我跟你講 千金善盡還富來 這個啊 你只要你有展現出來 你那個治國的能力 你能夠團結台灣的人心 你能夠把台灣的這個 未來啊 說服大部分人認為說 你的講出來的台灣未來 是我覺得最好的方案 你能把這個講好 你什麼都有 如果這個也不做 重大政治議題的時候 都看不到人 聽不到聲音 對於台灣的前途 自己內部吵著一團 對不對 對於你的 你的這個 現在這個執政的 做了對台灣不好的事 對不對 把台灣人民推向戰爭 也沒有看到你大聲疾呼 替台灣人民請命 那為什麼人民要支持你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說 一切都還要做的太多了 不過我還是一句話 就是說 國民黨資源還是很豐富 人力各方面都非常 現在要面臨未來 不管二零二六 二零八挑戰 先把這個初選制度 把好好建立起來 好 我們常常說這個藝術 還有體育 都應該要跟政治來做簽歌 但是呢 往往娛樂藝術跟體育 常常都會跟政治 扯上別鬧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 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